预防脑梗,记住这几个原则可以救你一命 大家好,我是赵雨昊教授 今天总结我们健康指南的几句话 对于养血管防脑梗是非常有用的 这第一还是老生常谈的管住嘴 这里面包括两个方面 第一就是要喝 每天每人至少要喝1500到2000毫升的水 有的人喝水没有味儿 那我们可以在水里面加一些像玫瑰花菊花 这样的一些调节水的味道 也要让你保证每天的喝水量 第二方面就是吃 吃什么和不吃什么 吃有益于身体健康的营养 什么有对于身体健康的营养有好处的 特别是改善心脑血管 避免心脑血管发生的这些食物 要吃够,要补充好营养 那另外呢,影响到心脑血管疾病 比如说像这些含糖分比较多呀 奶油啊,脂肪啊比较多的这些呢 就一定要少吃 所以要控制住嘴,管好嘴 这样才能保证我们身体里边 血中的胆固醇的含量呢 要降低,降低血脂的含量 预防脑根丝 预防心脑血管的发生 从健康指南上 让我们知道无论任何疾病呢 我们都要保证身体健康的前提 就是保证充足的睡眠 睡眠呢,可以给我们恢复身体的能量和体力 这也是预防心脑血管发生的一个重要方面 你记住了吗